今天的潮專訪呢 為大家邀請到就是佩晨 佩晨小姐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有私交 我個人覺得她 台上是非常的燦爛 然後很正面力量 尤其有這個招牌笑容 台下家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鄰家姐姐 常常都會 妹妹最近好嗎 妹妹最近過得怎麼樣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窩心的 被問候著 那你們一定很好奇到底侯佩晨私底下 她穿搭有沒有一些小屁股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時尚hashtag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侯佩晨 我的春夏關鍵字應該是 休閒又不失優雅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春夏 可以有一些比較亮的顏色 所以跳色的搭配我覺得也很OK 就是比如說你身上如果是大地色 其實可以選擇一些 比如說水藍色啊或者是粉紅色 我覺得春夏本來就可以鮮豔一點 今天我最想要買的包包就是 TOTS的經典款 這個是TOTS的D-Bag代飛包 其實講到戴安娜王菲我們都知道 她身上有很多時尚的指標 可能二三十年前她拿的現在成立 未來的二三十年也會成立 所以在挑選精品的時候 我會選擇每個精品的經典款 因為每個精品的工藝 還有他們的設計都出現在經典款裡面 你拿在身上其實會有獨特的氣質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春夏有一個單品就是 一雙好穿的時尚的平底鞋 那今天的TOTS呢我也推薦給大家 就是痘痘鞋 因為我覺得痘痘鞋它非常的好穿 同時我覺得在很輕鬆很休閒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注意到細節 因為優雅還有它的質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選購平底鞋 或者是時尚的這種潮鞋休閒鞋